台风提前卷来了秋翼 此时欣赏飘米英远赴巴黎 拍的早秋画报正合适 快来看看这组绝美画报和访谈内容吧 时尚杂志GRAZA最近公开了一系列和飘米英携手拍摄的画报 花兜的浪漫日光温柔洒落 每幅画报都焕发助让人难以移开目光的粉嫩光芒 才刚因为在金秘书为何那样中大展金战演技 而再度获得好评的朴米英也在访谈中透露了不为人知的那些事情 对于演戏 有时候我的感觉像是单恋 有时候也会闹脾气 我曾经因为演戏时获得称赞 耳朵在连背里开心到哭出来 但也曾经难过到连觉得非常心痛 演戏超过十年后我拥有的是看待事情的平常心 朴米英也举金秘书为何那样为例 最近这部作品在一片好评中落幕 但相较于全心全意地享受那份喜悦 我更想要克制自己的感受 我不想要停滞在同一个角色里 而是想一直不断地挑战下去 他说因为我是要演一辈子戏的 想要看得更慢 更长远 有趣的是 当完美化身为金秘书的朴米英 被问起自己和金微笑的相似处时 他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 微笑比我更出色 我现在很努力 想达到像他一样专业的样子 其实真实的朴米英 是个常常砸起头发 又素颜的人 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